娱乐圈的情侣总时候分分合合 但是要说到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佟大为和关月肯定是模范夫妻 佟大为和关月从2001年一见钟情 到现在已经过去16年了 经历过三年之痛 七年之痒 关月为佟大为生下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所谓是儿女双全了 16年里佟大为从没有绯闻 也足以见两人感情的稳固 佟大为当年对关月其实是一见钟情 在电影学院第一次的相遇就感觉特别良好 从此就利用与关月助教老师的朋友关系 展开了的追求 但没想到关月最开始对佟大为的感觉是讨厌 慢慢接触了一年多才开始对他有好感 说到关月 04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 出演的作品少得可怜 不过认识了佟大为这样的一个好老公 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本 有一次 两人参加一个访谈节目的时候 曾透露 佟大为的手机里面一个女演员的电话都没有 每天至少对关月说两次老婆我爱你 两人感情也不是那么顺利的 佟大为出演奋斗中的陆涛名声却起 那一年 加上两部热播剧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和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让佟大为有点认不清自己 正是因为这一年的成绩 佟大为膨胀了 每天面对聚光灯的焦点和蜂拥的崇拜尊敬 让他放弃了陪伴自己七年的女人 就像奋斗中的陆涛 佟大为知道自己的那根线在谁的手中 冷静下来后 佟大为向关月求婚 2007年8月20日 佟大为与关月领取结婚证 奋斗之后走红的还有文章 就算文章的演技再好 但他和姚迪的事情捧破后 也很难回到之前人见人爱的状态 反倒是佟大为 奋斗之后也是经典作品不断 有演技的同时 佟大为的眼光也是很准的 同黄晓明邓超一起 三人演出了一部中国合伙人 佟大为饰演的王阳最没棱角 但却是最有戏的那个 之后再拍门第 佟大为演一个嫁入豪门的农村小伙子 与富家女结婚后 因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带来的苦恼 与赵薇合作的虎妈猫吧 都是男女家庭题材 37岁的佟大为演起来 嫁轻就熟 十分流畅 还同刘诗诗合作了 《如果可以这样爱》 从第一部《遇观音》中的孙丽 到现在当同的刘诗诗 但佟大为能只遍记着一个女人 实属不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